高利息的冲击下,股票市场表现低迷,高科技公司纷纷减员增向,而2022年12月16日报道,华尔街的领头羊高盛也要裁员最多8%。 大家好,我是顾影琼博士。 在新冠大量注入资金的情况下,所有的公司都在不停地招聘员工,而如今经济下行,已经膨胀了接近一倍的华尔街金融公司们,也要考虑裁员了。 此次裁员是高盛自2019年以来首次裁员,毕马威的一份报告称,超过一半的美国CEO正在考虑在未来的6个月内裁员。 专家警告说,目前各行业正在面临经济放缓、通货膨胀和疫情驱动增长的三重打击。 我觉得这次裁员还是很奇怪,在正常的经济低迷时期,蓝领工人往往首先失业, 但现在白领精灵等上班组却面临大规模裁员,也许这就可能算成是新经济的一个特点吧。